三角形可以培养孩子对图形的认识及图形对称的感觉,并且可以培养孩子敏锐的观察力及专注力。 下面我们要进行建造三角形提核和超纲合的试试。 请小朋友按照形状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孩子将三角形拼成新的图形后,家长可以将新图形的名称交给孩子。 在做建构三角形第二盒时,先让孩子按三角形的形状配对,再组成不同的形状。 建造三角形第三盒的操作,同样是先请小朋友按照形状的大小,再组成新的图形。 那里面,这四个三角形状配对, 还要按嘛? 我来一笔。 在接下来的展示中 家长还会以为还介绍一半分类的 这也是三角分类的 这也是三角分类的 它可以分成一半吗 不行 也不行 可以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自己的活动了 这是提醒 这也是提醒 这还是提醒 在六边形和操作中 家长可以让孩子按照前面的方法来传出下列的图形 家长可以引导孩子通过观察 我们可以把六边形等于两个三角形 来了解六边形 三角分类的关系 这是小六边形和方法 从前面一样 先用形状退队 我们可以把这些图形和方法来传出 我们可以把这些图形和方法来传出 发出菱形,这里有菱形,这里有菱形,这里也有菱形, 这里也有菱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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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菱形